大家好,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2月14日星期日的下行时间 今次有许乐山,还有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请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留言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曬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要回来,讲讲这位网络红人,就是梁振英先生 当然,我们撇除他国家,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职位之外 其实他都是一个网络界的红人 有时在Facebook的言论,我都觉得相当爆,相当好看 我都很喜欢留意他Facebook的动态,我都说过好几次 哇,看到他又有新东西,帮苹果日报和他开年 做什么呢 新年流流 给他个好意头 是什么呢 可以说 举报他 这些不能叫独废,是摆到明了 华依什么事 803基金 那些叫什么差异 林卓廷没知叫什么,林卓廷721 有些叫自己什么23 那些 那些 他叫梁振英803 他有个803基金 他就委托了律师 就向律政司发信 就说要举报 苹果日报涉嫌妙视法庭 哇,那是相当精彩的,那这件事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都很欣赏 我们很欣赏梁振英 他对于苹果日报 那个叫做 追击的那个力度 我想是不是都超过一年以上 是吗 是啊 他是追击了超过一年 那他 这一件事呢 其实就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他做事呢 我们也就是实事求是 去评论的 我这件事我觉得OK的 嗯 因为他循着这个 叫做法律途径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那个 不是说只是在网络 在那里吵 或者拍段片 在那里骂 或者甚至乎 在他 一传媒里拉个banner 或者甚至乎去什么领事馆 在那里抗议 游行这些 这一样 实际来说 有效力很多 还有那个 有理据在那里 因为你这件事 你够胆扔得上去 呃 法庭啊各方面呢 透过律师去到来做的话呢 正确来说 你一定 有一定的信心 还有可能有一定的 呃 理由 才是这样去做的 那我要说回这件事是怎样的 还有 要赞一赞他啦 就是 他由 苹果日报 啊 啊 他的追击是怎样呢 他 他一开始啦 他可能会说 哇 有哪一个 啊 广告商还继续在他那里 下广告啊 还是怎样的 今天有多少多少个广告 有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 那很努力在那里数啦 我不知道他那个803基金 可能会有些朋友仔帮他数啦 还是怎样啦 或者可能他自己那里数啦 还是怎样啦 啊 这个是一件事啦 啊 是的 相当之努力 那当然又要在Facebook 说回出来呀 还是怎样啦 我见他说一说一说 说到舒适宝 就是有个郭富城在那里做代言人的那个呢 都不敢再在 啊 一传媒那里 或者苹果日报那里下广告 好像都 他说到都不再下了 那就证明了 他开行火力啊 就是有有毅力啊 这个是相当有的毅力 因为我其实见到时候有些人呢 可能之前他说 呃 要石神匹院说一定要23条啊 又这样那样啊 又说 讨论啊 还是怎样啦 那后来现在不再说这些东西 可能转了那个 是叫做港区国安法啦 呃 其实呢 是没问题的 就是你要转了还是怎样 但是你不要连自己都转了啦 就是你应该要继续 和大家说 我继续都是支持呢 是要有23条才行的 就是有港区国安法 就可以了 如果你让我见到这样呢 应该 就要向梁振英好好学习一下啦 是吧 可以这么说 是同意 好那继续回来这些东西啦 那我指控去哪一单呢 就说在苹果日报啊 2月10号呢 就刊登了一篇 下个题目是什么呢 黎智英继续还押 刘明基务号 指定法官 指定结果 年轻人 应该来讲 哇 跟着这个标题呢 内容已经涉嫌呢 藐视法庭 那这个立场 这个立场新闻呢 都有走去向律政司那边查询下啦 不过呢 这一方面呢 就有待回复啦 不过 怎么也好 阿伦正英呢 在自己呢 他那个Facebook呢 都有刊登过这一件事出来的 他就矛头呢 指向 苹果日报 还有呢 张建宏呢 都说过 他们曾经呢 因为藐视法庭呢 都曾经有被定罪的 那即是说 喂 这帮人是迹犯来的啦 哈哈哈哈 就是呢 做了功课啦 不是只是告了就算啦 还有呢 了解过去呢 究竟是不是有前科啊 还是怎样的 那好了啊 那有些大律师都说的啦 有些新闻工作者呢 其实有时候都有机会啦 因为一些偏颇的报道呢 都容易跌入这些 叫做 法网当中啊 那这件事呢 究竟是不是构成表示法庭呢 又是期望呢 梁振英呢 可以拿更加多的理据出来 那这些呢 当然不会这么快告诉你啦 他收起了些什么 或者他觉得哪些位呢 是可以 跟律师谈一下 哪些位是可以 告到他藐视法庭啊 就是这个林荣基呢 留在香港的女人 现在过去台湾开书店的雷街坊 是啊 他肯定是雷街坊的 生前雷狗嘛 死后雷街坊嘛 他朋友就 好像现在都不知道去了哪 到现在都 磅磅正啦 是啊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好像除了他之外 又跪什么海啊 那个 嗯嗯嗯 是 总之都是 这个人不说话的啦 嗯 这人嘴咪咪咪咪 不知道想咬咪咪 这样的样子啦 我看他都老了很多啊 在台湾呢 不应该会那么老的啊 除非做了一些对不住人的事啦 睡不到啊 晚上的 是啊 看几多书呢 或者怎么样呢 都未必洗涤到你的心灵啊 继续啊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日报》就访问了他 他对于这个肥佬黎呢 又说对于中审法院的判决呢 又觉得不意外 认为哦 北京啊 和香港政府呢 把黎智英啊 黄之锋啊 这些人呢 关押啊 判刑呢 是势在必行的啦 司法程序呢 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来的 他也说啦 对于留在香港抗争呢 感到悲观 认为呢 只要黎智英等等抗争的代表人物啦 留在香港就行了啦 有代表性一定要留在香港受 其他年轻人呢 就应该离开香港 他说呢 光复香港呢 在哪里都可以 喂 粒粒粒粒啦 光复香港去到哪里都可以 你猜真的呢 喂 你在这里 开一间书店呢 就光复到了啦 是不是 继续 进到来 跟他说 哎呀 我们在这支旗里拍张照啦 那光复到了啦 啊 跟见一个 说一个 你猜你当什么 全教士呀 那这些人呢 那这些人呢 最贱价 记得那时候呢 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什么 流亡先的 他是流亡始祖来的啊 香港 那当然啦 嗯 因为那时候其实 甚至乎 那些 即港区国安法都没到 他已经先走了 那些这样的 他又说自己什么流亡呢 跟毛孟静呢 两个在机场哭到猪头饼啊 又怎么样的 又是什么 最悲哀的身影呢 就是林荣基嘛 是吧 那现在呢 这个真是很可笑的 不好意思 我真的忍不住 要多笑他一下 喂 这个林荣基其实 没什么付出过的 他在整件这个 社会运动那里都是 复水的 嗯 他真的复得到啊 那他最绝是什么呢 他去到台湾蹲的时候呢 又没有人有工给他做啦 又这样那样 又试试试下的啦 又说是聚畜啊 还是怎么样啦 他后来就搞了个众筹出来 竟然呢 有人众筹给他搞移民啊 是啊 所以我也觉得很惊讶啊 那时候一听到 真的很惊讶啊 诶 这样也行的 本来是差不多都 去到绝境那些这样的啦 那现在呢 他那个套路 那他这些都是始终唯一啦 他即使说呢 其他人留在那里坐的啦 那其他人走 那光伏呢 他意思是说 哪里都行嘛 诶 怎么会光伏到啊 是不是先 啊 就是怎么样 保持着 一色尚全 那有机会会光伏到啊 你凭什么回来啊 你怎么样光伏啊 大佬 是吧 你自己就开着一家书店里蹲 扮东西 最恨这些人 那边又说啦 那边 因为呢 整篇东西呢 就引用了林荣基的论点 就在他们的报章那样讲啦 就是间接地呢 会不会是妙子法庭呢 还是怎样呢 这样讲法 好了啊 我们继续讲一下啦 林荣基还在讲什么呢 啊 香港啊 现在完全没有三权分立啊 民主法治都没有 即使啊 警察违法滥捕啊 也都不会有什么的后果 又说呢 哇 说到这里 我应该 我心已经着着着着着着 好着啊 你已经 真的赤口要骂人了 又说我民主地区呢 是不可能呢 由指定法官审案的 根本啊 就是指定法官 指定审判 结果呢 就一早定了 程序啊 都是形式而已 哇 这一句话呢 就是出事的 这个位了 啊 喂 你这样讲法官都可以吗 啊 我们法庭《汪新闻》也说过很多节目,法官方面,例如原审有问题,扔回去上诉 上诉三位法官也可能会说回原审,可能原则上哪一方面有错 他们判刑那方面,某些位置是对于可能漏了一些角度 例如对社会也好,或者对于当事人也好,所以刑罚那方面要加一些 如果有些可能已经坐完,就说坐完,表面上那一层,现在又要扔回去,那会不会穿情是怎样的 整个刑期那方面,就算是審判,都是因人而异的,因当事那件案件 所以这个林铭基这些人渣都在乱说的,听见都把几货 绝对是乱说的 绝对是啦,那继续说回,梁振英呢,所以就在Facebook的话 哇,这篇东西,内容就有关于中审法院,五位大法官一致裁定 将黎智英继续还压 他说这个标题和内容都是涉嫌干犯,藐视法庭罪的,所以就 好了,由他们这个基金去信律政司举报 不过呢,只是告诉大家,举报了而已,我就不告诉你哪些位置 啊,内容是怎样呢,那就不告诉你啊,到时苹果自己收到,自己知道了 那也都说一下啦,这些大律师呢,初步来看呢,苹果日报呢,都是纯粹报道某一个人说的东西而已 如果引述呢,啊?引述过程呢,我不觉得超乎了传媒的角色喔 那看上去就不觉得啦,或者有什么明显的藐视法庭的行径出现的 那这一方面都是那句啦,等法庭那方面啦,和律政司那方面呢,接不接受这个的举报啦 那做一下这些动作就很小事而已,我就觉得 是啊,也都不需要太过,断章取意也好,还是怎样也好啦 那有些人说,哎,是不是梁先生打压啦,还是怎样啦 喂,如果真的打压的话,就不是去举报你就算啦 那用去在媒体的那个,一些社交媒体啊,不断狂攻你就可以啦 等大家来一个,未审审判的,大家激起一部分人的情绪啊 煽动一些人去围攻苹果去报啊,不断骂你就算啦 其实不要理什么刑,什么刑都好,有些人都是这样的操作 是不是 炒起这个话题,然后呢,很多人都在吵,很多人都在骂,骂你的目标人物 政府也好,黄友也好,什么都好 就等你狂骂他啦,狂插他啦,一起插插都很开心 那么最重要呢,他不会出声,他不会还拖的,那就继续骂啦 是吧,林郑月娥呢,就是一个最佳的示范,或者一个最惨的示范啦 那么当然啦,我们都说了啦,他是特首啦 很多时候呢,都是在礼拜二,可能行政会议 之前见记者的时候呢,有很多位呢,他都在那个时候解释了 不过啦,很可惜呢,都可以提下啦,很多人啦 虽然他解释了,但是也都是啦,刚才那句啦,叫做断章取义啦 那拿回某一句来,就放大啦,不看上文下理啦 然后再继续插下,有时候可能我们芒向呢 说回两句公道啊,或者 喂,事实的全部不是这样的喔,这样讲讲讲的喔 反而我们都被人摆回头啦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不过没所谓啦 说回,除了都要把那个事实厘清 没错 就是明清这个事实很重要的 这个步骤是不可以缺少的 是啊,那现在是怎样呢 如果,即是怎样可以令到 苹果日报呢,容易点去检控到,还是怎样呢 要证明到呢 苹果日报呢,是蓄意啦,或者跟林荣基串谋的 那到时呢,凭着这些位呢 去影响那个判决的结果啦 或者呢,造成这个叫做线华的目的啦 这样呢,就有机会是叫做构成藐视法庭啦 那不知道啦 有没有更加多人呢 来着呢,会去报料啦 啊,例如呢,会不会有 啊,和林荣基在line的对话呢 或者是 那个whatsapp的对话呢 啊,大家到时应该要怎样说呢 啊,会不会 啊,已经跟,问定林荣基,你想着的角度是怎样啊 啊,就放大哪一句啊,还是怎样的 因为通常呢,好像林荣基这些 啊,这种类型的访问呢 很多时候就会说,喂,不如这样啊,你给一给我看大概你的问题是什么的 我量度还是怎样说的 因为有时候好像林荣基这些 老猛董这些这样的呢 啊,这个年纪呢 震下震下的呢,你叫他即场反应的 他说这么多东西出来,他未必可以的 啊,可能要早点给他,喂,如果啊 啊,拿到这些资料出来,或者你们当中想怎样引导他 他说某一些东西出来 而符合到你们苹果日报的 啊,那个 调子的话呢 那这里呢,就很有机会 就构成的藐视法庭了 那些人说,啊,你怎么爆料啊 要消费这些证据还是怎样的 那不是,如果你真是 我说,我说得出这一句来说呢 苹果日报呢 他们当中的人呢,没理由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这个其实很基本的 在记者行业来说 会不会预先备定一些呢 那我这个不知道 那你说,那有什么诱因会令到别人愿意说出来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803基金呢 他是有限公司形式成立的 他就设立了一个叫做 803啊 啊,袁虹报料网 当然了,那个不是电话号码是803啊 803号房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呢,就说呼吁市民就着不同的示威事件呢 就可以袁虹去緝拿这个暴徒的 还记得国安法实施之后呢 曾经试过呢,是袁虹最高试过一百万的哦 鼓励这些人举报啦,还有协助呢 拘捕一些违反国安法的人的 那这次啦,不用大家圆虹那样 不用搞个圆虹那么多注定怎样啦 这个,这次,梁振英自己亲身上阵 透过自己803基金呢 去做这一堂事啊 我觉得相当劲湊啊 这些就是始终如一啦 那当然啦,有些政坛啊或者政界人物啊 政棍也好,什么都好呢 某程度上,他们可能呢 为了自己那个选票啊 或者那个个人的政治上的利益也好 光环也好,名誉也好,什么都好 他们有时候所做的事呢 都是的 他很难叫他们始终如一的啦 都相当困难啦 那见到梁振英这次这样做呢 见到相当精彩啦 为他鼓掌啊 那希望他继续努力这一件事呢 等遲些呢 希望再update多些给大家听啦 好吗,社长 好 好,林荣基 真是多虑你不少啦 这一局 哈哈 真是搞笑啦 哎 好,拜拜 拜拜